不管你是不是棒球迷,最近在新聞或是社群上面 一定會常常看到大古祥賓這個名字 它火燙的程度,就連最近即將迎接奧運的日本人都表示 比起奧運,我更想看大古祥賓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大古祥賓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大古祥賓,是一位來自日本的棒球選手 他今年在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的表現 讓全世界的棒球名幾乎都未知瘋狂 有日本經濟學家姑嫂,今年他一個人在美國、日本帶來的經濟效益 就高達60億台幣,幾乎可以抵過一支大聯盟球隊 你可能會問,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媒體每天都瘋狂報導,到底是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還是又一波造神炒作而已呢? 為什麼每次在他的新聞底下,一直都會看到有人留言說 《笑死高中生》? 平常沒有在看棒球的我,對這些問題也非常好奇 所以我就拜託七七團隊當中的棒球迷們 來幫忙介紹大古祥賓 當然,這支影片的資訊對專業的球迷來說 可能會覺得太淺了 所以大家看完之後,如果有覺得哪裡講得不夠好 都歡迎在下面的留言補充,分享給其他觀眾喔! 好的,那在開始之前 按照慣例,讓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是不是曾經有這樣的經驗,好不容易有案子找上門 卻不小心報給人家一個太低的金額 導致自己吃門虧,或者是報價報得太高 把業主給嚇跑? 那會有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因為你太少看接案了 接案不只是做好設計就可以 它還包含像是報價、合約、溝通和談判等等的環節 這些累積起來也是一門大學問 而這些接案所需要的知識,我們都幫你整理好了! 在設計師接案學中,我們會教你算出自己的合理報價 讓你知道跟業主溝通、簽約的時候要注意哪些細節 另外,我們還會教你怎麼幫未來鋪路 持續得到穩定的案源 不要再拿自己的時間跟金錢試錯 現在就頂開下方的連結 看看課程的事業,開始學習管理接案吧! 1994年7月5日,大吳祥平出身在日本嚴守縣 父親打過業於棒球,母親則是羽球的國手 所以他一直都很喜歡運動,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打棒球 國中的時候,大吳非常崇拜當年威震高中甲子園的投手橘池雄心 所以畢業後決定要跟隨他的腳步,進入棒球名校花卷東 但是跟學長不一樣的是,高中時的大吳 就已經立志要成為拓荒者 包含要成為第一個高中畢業就挑戰大聯盟的日本人 要丟出日本球界最快的163公里球速 要以二刀流進軍職棒 這邊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二刀流的意思 所謂的二刀流,就是當投手同時,也擔任打者 在學生棒球的階段,很多優秀的球員可能頭打都很厲害 但職業比賽的技術層級高 投手跟打者訓練也差很多 如果兩邊都要練,這對體力的負擔肯定非常大 一個不小心受傷,可能生涯都會報銷 所以99.9%的人,進入職棒之後都會選其中一邊來專攻 好的,話說回來,在高三那年 大股就標出了160公里的快速球 刷新了日本高中的棒球紀錄 讓坐在場邊美國和日本球团看著口水直流 不過,雖然很多球隊都想爭取大股加入 但日本人怕他跑去美國,美國人不看好他能夠二刀流 所以大家都紛紛打退堂鼓 最後只有日本火腿隊開出超優渡的條件 並承諾會全力支持栽培他的二刀流夢想 才讓原本很堅持去美國的大股強品,改變了心意 2013年,大股首次以投手身份出賽時 就投出了一顆時速157公里的球 直接打破日本職棒史上新人投手初登板最快的數字 2014年,他標出時速162公里,追平了日本職棒的紀錄 2016年,他在一場季後賽中投出了165公里 改寫了日本職棒史上最快的紀錄 而這一年,他不僅投球更上層樓,連打擊表現也是爆發性的成長 7月,他先在明星賽接連拿下全力打大賽冠軍最有價值球員 球季結束時,更是同時拿下最佳投手、最佳指令打擊 兩個最佳食人獎項,史上唯一 如此兇猛的表現,也讓他毫無懸念拿下全年度最有價值球員的殊榮 而這年11月,他代表日本國家武士隊出賽時 還曾把球打到東京巨蛋的屋頂上 這些紀錄在當年,都引發了非常熱烈的關注 甚至可說是震驚了整個世界的棒壇 2017年,大谷翔平因為右腳受傷 出賽數和表現都下滑不少 但他規格外的球速和打擊的爆發力 被認為是萬中選一的選手 美國職棒的眾家球團 早就已經摩拳擦掌,搶著跟他簽約 而這年冬天,一路栽培大谷的日本火腿隊決定放手 讓他去美國這個棒球的最高天堂 繼續追逐自己畢生的夢想 2017年,絕大多數的大聯盟球隊 都希望爭取大谷加盟,因為真的太多了 所以他的經紀人還發問卷給大家填寫 經過篩選之後,只有7支球隊有機會跟他面談 其中,當代最強左頭洛杉磯到齊隊的王牌投手 柯蕭,為了招攬大谷跟他當隊友 還自己在結婚紀念日的當天,特別搭飛機遊說大谷 不過最後大谷卻選擇了洛杉磯的另外一支球隊 洛杉磯天使 當時天使隊只是競爭排名第三 簽約金也不是給最多的 那為什麼選天使呢? 真正的原因我們不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天使隊 非常支持大谷翔平二刀流的夢想 不過他剛到美國的春訓,就受到震撼教育 在逃走球上,他完全被打爆 在打擊區也頻頻被刪陣 而如此糟糕的表現,也讓他承受了非常強烈的批評 有人質疑他兩邊都做不好,要怎麼二刀流 著名棒球記者帕森更是報導 有球探認為大谷的打擊能力,只有高中生學準 因此有些球迷就開始嘲笑他 原本以為可以把大聯盟當高中玩二刀流 結果是實力向高中生的部分,笑死 但是球記正式開打之後 大谷翔平就立刻用他的球棒以及100英里 也就是時速160公里的快速球 光速打臉所有不看好他的人 並成功地拿下了這一年的新日王 於是,後來網友的留言 就變成笑死大聯盟連高中生的球都打不到 笑死大聯盟被高中生打一堆拳雷打 有人甚至製作了大谷翔平的笑死題 那雖然2018年大谷順利拿下新人王 但這一年對他來說,心裡可能還是非常煎熬 因為他的手肘受傷動手術 因此被迫離開頭手丘,只能當一個打者 而2019年、2020年難得專攻打擊的大谷翔平 表現反而差強人意 於是那些笑死或是關於二刀流的批評 又越來越多了 但今年傷勢痊癒,捲土重來的大谷翔平 不僅打得酸民滿地爪牙,還狂破許多歷史記錄 首先,他是今年第一個打出30支拳雷打的球員 在二刀流的世界中 單季打出最多拳雷打的人 是美國傳奇球星貝比魯斯 這位貝比魯斯,絕對是美國人心中史上最偉大的棒球員 1919年,他花了130場比賽達成29轟的二刀流記錄 但2021年的大谷翔平,只花了78場比賽,就集出了30支 7月8日,大谷翔平超出本季第32轟 成為單季最多拳雷打的亞洲球員 而這個記錄,原本是由陽際隊的日本巨星 松井秀喜,在2004年花了162場比賽打出來的 大谷只花了82場,也就是一半的場次就打了出來 另外,大谷也跟他小時候偶像橘池雄心學長 一起入圍了美國職棒明星賽 比較特別的是,大谷因為在投打兩端的表現都非常有意 所以他就這樣成為了MLB100多年來 史上第一位,能同時以投手和野手身份入選明星賽的球員 雖然大谷的表現跌破了眾人眼鏡 但是在他隊友的眼中,這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像是綽號神尊的褚奧特就說 大谷集球的飛行距離,比他看過的任何一位名打者都還要更遠 嗯,這個褚奧特是目前全世界公認,地表最強的打者 以今年的數據來看,大谷翔平集球的初速93.5英里 全聯盟第七,從本壘衝上一壘的時間 只要4.1秒,聯盟第五 而作為投手,他絕招只差球的壓制力也高達聯盟第2 這些數字都證明,大谷翔平絕對是萬中選一的天才球員 因為大聯盟150年來的歷史裡面的2萬多個球員裡 真的很難再找到另外一個人,可以拿出同樣等級的表現 而更難得的是,就算大谷這麼有天分 他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天使總經理艾普勒就分享過一個小故事 當年他們幫大谷進行體能測試的時候 發現他所有的項目,都表現得遠高於平均水準 唯獨垂直起跳表現得非常普通 這讓號稱的大谷非常喪氣 於是他開始下定決心苦練研究 一個月後大幅進步10英寸 對其他運動員來說,一個冬天要進步2.5英寸 就是非常優秀的表現 而在球場之外,大谷的生活也非常單純 他每天一定要睡滿8小時 萬一要熬夜,也一定是為了看球賽 大部分球星簽了大合約之後,可能就會買到名車 但是大谷翔平不會開車,沒有駕照 賺的錢都給媽媽保管 以前,他為了專注在練習之上 曾經和父親約定要禁育5年 不過直到現在,他仍然沒有傳出過任何的緋聞 還是母胎單身 有一次,大谷被問到戀愛對象時 意外說出當年只有10歲的童星,盧田愛賽 大谷也因此被冠上了蘿莉控的稱號 不過後來他也曾經,只是不想再被追問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要透露理想心 那一定是要熱愛運動的女生 有看過大谷比賽的人,我想應該多半都會同意 就算是隔著螢幕,你還是可以感受到 它散發出來的那種非常純粹的快樂 在場上,大谷祥評總是笑容迎人 行為拘職並並有力 在場下,他對棒球的執著 就像是漫畫裡面天真的熱血高中生一樣 為了追逐夢想完全沒有妥協的餘地 我覺得他的故事也印證了一句話 就是當你真心想要完成某件事情的時候 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你 對於日本火腿還有天使隊來說 要讓選手挑戰二刀流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非常冒險的 一旦他受傷、失敗 那損失可能是萬中選一的棒球天才 當然,以目前來看,他的二刀流之路非常成功 但很多人還是認為,隨著年紀增長、體力下滑 大谷祥評遲早要放棄二刀流 也有人認為,現在的成績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或許不久之後就會開始走下坡 那麼覺得不管怎樣 大谷祥評目前的表現 絕對都是非常劃時代的紀錄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比賽 不妨多多停個幾分鐘,一起見證一下歷史吧!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想問大家,你對大谷祥評有什麼看法呢? 欸,笑死了!怎麼有人快30歲了,還自以為是高中生? B,笑死了,沒有看過這麼怕上一壘的 C,認真懷,如果他不堅持二刀流 搞不好是世界上最猛的投手或打者? 第五感,沒有在關心棒球啦! 以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大谷祥評!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棒球是怎麼變國球的 以及為什麼有人討厭一日球迷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